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科学家们讲述的《食欲》这本书 现如今,食品产业被快餐、零食等超加工食品所占据 这些食品不仅容易诱发我们的食欲 还会打乱我们对饥饿的正常感知 让人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到过度饮食的恶性循环中去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蝗虫实验 揭示了超加工食品是如何操控我们食欲的 这种控制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饮食行为 还为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变瘦与变胖的蝗虫 第二,蛋白质的惊人力量 第三,食品加工业的黑暗面 首先是第一部分,变瘦与变胖的蝗虫 在1991年 作者的研究团队在牛津大学进行了一项 关于蝗虫食欲的实验 该实验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 一,动物是基于哪些标准选择食物的 二,当无法获得理想食物时 动物会选择什么样的替代方案 研究团队为实验的蝗虫准备了25种不同配方的饲料 每种饲料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各不相同 这些饲料从类似高蛋白低碳水 如肉类饮食到低蛋白高碳水 如大米不等 但外观完全一致 以消除视觉上的差异 在实验的过程中 蝗虫在退皮为成虫之前 可以自由选择其中的一种饲料 进行进食 研究人员通过测量饲料的重量变化 来计算蝗虫的食物摄取量 并分析其排修物 以了解营养的消化吸收情况 该实验每天在200只蝗虫身上重复 并详细记录了退皮时间 体重变化及脂肪组织的增减 研究团队绘制了一个图表 纵轴为碳水化合物摄取量 横轴为蛋白质摄取量 有趣的是 所有蝗虫的摄取点 几乎整齐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结果一度让作者怀疑 是否计算出错了 研究进一步确定了 最有利于蝗虫生长和存活的蛋白质 与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实验结果显示 吃高碳水化合物饲料的蝗虫 为了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它们必须不断计食 导致体型变胖 并延长了退皮的时间 而退皮过程越长 蝗虫越容易在成长为成虫之前 被鸟 蜥蜴或蜘蛛捕食 吃高蛋白低碳水饲料的蝗虫 它们虽然迅速满足了蛋白质需求 但由于碳水化合物的不足 能量不够 导致体型消瘦 生长缓慢 所以无法顺利退皮为成虫 最终 这项实验揭示了一个重要结论 在动物的饮食选择中 蛋白质的优先级远高于碳水化合物 这不仅对蝗虫适用 对其他生物乃至人类也具有借鉴的意义 蛋白质作为关键的营养素 在食欲管理和体重控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蛋白质的惊人力量 在第一部分的实验中 每只蝗虫只能食用一种单一配比的食物 因此无法自主调整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那么如果蝗虫可以自由选择多种食物的组合 将会发生什么呢 为解答这个问题 牛津大学的保罗钱博斯设计了一项新实验 他为每只蝗虫提供了两种不同营养比例的食物 任其自由组合选择 令人惊讶的是 不论组合方式如何 蝗虫总能摄入相同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 这一现象相当于人在不同食物组合中 例如肉配意面 鸡蛋配面包 鱼配土豆等 都能精准摄取一致的营养比例 虽然这种控制看似难以实现 但蝗虫却轻松达到了这种平衡 更令人神奇的是 这些蝗虫在实验中的摄入比例 与第一部分实验中确定的理想摄入目标完全一致 换句话说 蝗虫似乎天生就知道什么样的营养搭配 最有利于生长和生存 并且能够自主实现这一目标 从这两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食物丰富的情况下 蝗虫会通过协调不同的食欲需求系统 精准组合食物以实现均衡的饮食 但如果食物不平衡 蛋白质的需求会压到碳水化合物 成为主导的因素 那么这些蝗虫的食欲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研究人员随后进行了人类版的食欲实验 研究团队邀请了十名大学生 将他们带到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的一间山间小屋 完全与外界隔绝 在实验的头两天 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各种食物 包括肉类、鱼类、鸡蛋、乳制品、面包、水果和蔬菜等 并不限量供应 每位参与者的摄入量都会被精确记录 并计算了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 接下来的两天 学生们被分为两组 并对其食物选择加以限制 第一组 只能食用高蛋白食物 如肉类、鱼类、鸡蛋 少量低脂乳制品和蔬菜水果 第二组 只能食用高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食物 如面包、意面、穀物和甜点 在这一阶段内 两组学生都可以不限量计时 但每种食物的热量与营养成分都会被详细记录 随后 实验计入最后两天 学生们回归第一阶段的自助餐饮食模式 实验结果如下 在第一阶段的自由选择中 学生们摄入的总热量中 有约18%来自于蛋白质 这一比例符合全球饮食研究的标准 即蛋白质通常占总热量的15%到20% 第二阶段的限制饮食则揭示了更加有趣的现象 摄入高碳水、高脂肪的组 为了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它们比自由选择阶段多摄入了35%的总热量 而摄入高蛋白的组 由于蛋白质需求得到了快速满足 它们的总热量的摄入减少了38% 这表明 不论食物组合如何变化 人类和蝗虫一样 都会优先满足蛋白质的需求 实验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结论 蛋白质在食欲系统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当缺乏蛋白质时 即便有大量高热量食物 人们也会过度摄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来满足蛋白质的需求 这正是为什么在高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的饮食环境中 人们容易发胖的原因 相反 如果只能选择高蛋白食物 人们的总热量摄入会下降 甚至可能会导致体重减少 假设身体活动量保持不变 高碳水、高脂肪饮食容易导致体重的增加 而高蛋白饮食则会促使体重的下降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始终是食欲系统的首要目标 这也解释了蛋白质为何在调控人类食欲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最后是第三部分食品加工业的黑暗面 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了解到 当饮食中的蛋白质摄入不足时 人们会倾向于摄入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从而导致了肥胖 相反 充足的蛋白质会自然地抑制食欲 帮助减重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 食品加工商是否故意降低食品中的蛋白质含量 以诱导消费者无限制的食用期产品们 回顾第一部分的蝗虫实验 我们发现蝗虫在摄入低蛋白饮食时 会暴饮暴食 而在高蛋白饮食条件下 摄入量则会显著减少 这表明 通过调整饲料中的营养比例 不仅能控制蝗虫的进食量 还能影响它们的体重 活跃度以及行为 这种模式在人类的身上也同样成立 在第二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实验中发现 人类在面临不同食物的组合时 会不自觉地调节摄入量 以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这意味着 食品加工商有可能通过 降低食品中的蛋白质比例 迫使消费者摄入更多的食物 从而增加销量和利润 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国民健康 与营养调查中 9042名受访者的数据 研究了超加工食品 对饮食习惯的影响 结果发现 当饮食中超加工食品 占比较低时 蛋白质摄入量 约占总热量的18.2% 当超加工食品占比较高时 蛋白质比例降至约13.2% 也就是说 增加加工食品的摄入 会导致蛋白质摄入的减少 这与第一部分蝗虫实验中的现象 如出一辙 此外 研究还表明 当加工食品较少时 总热量摄入也较少 加工食品增加时 总热量反而会上升 人类就像蝗虫一样 倾向于不断进食 直到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然而 加工食品的低蛋白配方 让人们难以达到这个目标 进而导致了暴饮暴食与肥胖问题 蝗虫实验还揭示了纤维含量 对进食量的调节作用 当饲料的食物纤维增加时 蝗虫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 才能满足营养需求 但当食物纤维过多时 消化系统的负担会增加 导致进食量减少 加工食品通常会去除天然纤维 这类似于苹果与苹果汁的差异 估计很少有人能一次吃完四个苹果 但喝掉四个苹果榨成的果汁 却轻而易举 果汁缺乏食物纤维 能使食欲的刹车机制失效 让人们容易摄入过多的热量 此外 食品加工商降低蛋白质含量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降低生产成本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106种商品后发现 脂肪含量对价格的影响不大 而蛋白质的含量越高 价格越贵 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品 反而更便宜 这解释了 加工食品商为何更倾向于 降低蛋白质比例 并增加廉价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另外 去除食物纤维还能使食物的口感更佳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就像蝗虫更喜欢低纤维的饲料一样 人类也容易被低纤维 高糖分的食品所吸引 去除食物纤维能增强食物的风味 因为纤维会稀释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调味成分的浓度 加工食品商正是利用这种美味陷阱 促使消费者摄入更多 超加工食品由于蛋白质含量低 食物纤维稀少 这不仅让我们摄入了更多的热量 还让身体失去了控制食欲的能力 同时 这些食品因为成本低且口感好 成为食品加工商牟利的最佳工具 我们必须警惕 现代饮食中的超加工食品 正在悄悄操控着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吃得越来越多 进而陷入肥胖的恶性循环 唯有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 才能打破这种加工食品陷阱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